回到新聞時間 元朗王尼敦一個豬場 再有豬隻感染非洲豬瘟 漁護署人員到場殺豬 工作人員拿著棍 將豬趕入貨櫃 一批批運走 這個豬場上星期四 有豬隻感染非洲豬瘟 同場另一個豬石 昨天多兩宗感染個案 當局第二次 銷毀大約590隻豬 是被殺 工作人員消毒場地 所有進出豬場的車 要清洗和消毒車輪 漁護署會按機制補償給豬瘟